玉礼分局为了保护农民的血和财产 5月份开始执行护瓜专案 陆续采取了各项护瓜的作为 5月份开始在连外道路以及花193县道 台9县和30县主要的干道采取重点的守望 机动盘检过往载运西瓜大货车和可疑的人车 以遏止不法和打击小小 维护南区的宝贵农业资产 玉礼分局为了保护农民血和财产 5月份起执行护瓜专案 陆续采取各项的护瓜作为 5月份起在连外道路以及花193县道 台9以及30县主要干线采重点的守望 机动盘检过往载运西瓜大货车 以及可疑的人车 以遏止不法以及打击小小 维护南区宝贵的农业资产 你们什么时候查开的时候 差不多在去的里面 不时间 在一个礼拜是时间 在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一些比较奇怪的 可以的 在参与的西瓜 班局长陈威文说 目前玉礼地区是西瓜盛产时间 由于种瓜面积广大 天气炎热市场需求高 并且玉礼地区的西瓜品质 一向文明侠二 市场价格居高不下 预分局为了保障瓜农辛苦的结晶 严密执行护瓜专案 也呼吁民众如果有发现 可以人车进入瓜园 或者是羊村受雇的工人 请尽速通知当地的派出所 或拨打110报案 警民合作联手护瓜 记者高双双预证采访报道